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是不是不習慣我穿得這麼斯文呢 我也不習慣的 新嘗試新嘗試 因為這件衣服的領口比較高 比較少穿 還有這個圓領有些單調的關係 我就配了一條絲巾綁在這裡 點綴一下 突然間就變得很端莊了 在大約四五個月前 我在IG story 和大家玩了一個遊戲 讓大家了解我多點 猜測我一些鮮為人知的秘密 其中一條問題是 如果這個世界只可以用一樣護膚品 我會選什麼 很多人都會選精華 面膜 或者是Tone 但最後我的答案 其實是Facial Oil 是不是想都想不到原來Facial Oil對來說是這麼重要呢 平時講那麼多不同的精華 又講那麼多不同的Skin Care 但為什麼最後會殺著Facial Oil出來呢 就是因為我已經做了很多不同的保濕 用了很多Skin Care 如果最後我不用Facial Oil做一個鎖水的步驟 我就會覺得之前做的東西全部都白費了 雖然我這麼喜歡用Facial Oil 但大家應該有發現 在胸平記的時候很少看到這個Category 就是因為他們的用量實在太少了 既然胸平記很難表白他們 很難介紹他們 那就不如直接拍一條影片 介紹一下我正在用的Facial Oil吧 手上開了又正在用 而我又歸類他們為Facial Oil的話 其實都有7支 大家終於明白為什麼我會用不完 這次我也是會用品牌的英文字母去做一個次序 第一個要分享的就是Caudalie 這支是他們葡萄籽系列的Overnight Recovery Oil 質地其實不是我手上最薄 也不是最厚重的 你會看到有油和滋潤感 但都容易吸收的 這系列的全部產品我都用過了 無論是面霜、精華、面膜都會有一層很清新的西幼味 唯獨是它 其實聞起來都會有少少的清新 但會帶多少少的玫瑰香味 是比較沉穩一點的 這款的質地是不厚重的 不會黏黏黏 大家應該會看到有一層很漂亮的光澤感 它是會像一個滋潤膜在皮膚上 所以它是比較適合中性偏乾或乾性皮膚用的 就要看你喜不喜歡它 它塗完之後有一層保護膜的感覺 然後第二支就是來自DOTAWU的角莎潤紮修復精華 這支不是上次合作的一支 這個是舊包裝 新版全部字都是銀色的 我都說我是忠實用家 然後質地方面 它一樣都不會厚重、很輕盈 推開的時候是很滑的 這支聞起來是沒有什麼味道的 所以如果你介意護膚品有香味的朋友 就可以選擇它 然後新的枝我已經放在長袖 它是很百搭的 無論是用來就這樣用 混在護膚品上 令它的滋潤度高一點 或者混在粉底上 我覺得很適合 因為它的質地的確很流質 你看到我不需要這樣 它都會滴出來的 你會看到光澤感不算很強烈 被皮膚吸收光了 所以除了乾肌之外 有些混合性肌膚的朋友 如果只是冬天才會覺得有一點乾 不想用這麼厚重、這麼油的東西 這支也是很適合的 它不會很油膩 但會給你適當的滋潤感 然後第三支就是Elimus Superfood Facial Oil 你們會看到瓶蓋已經有些歲月的痕跡 但我很努力只用到大約三分之一 質地方面它都流質 但推開的時候 你會明顯感覺到它的滋潤感會再強一點 它的味道不是單一某一種花香 而是一個品牌 你會感覺到那種雍容華桂 貴婦品牌的味道 然後質地方面 其實我NG了很久 但摸上還有那種柔潤感 它的收穫效果也不錯 很多時候用完都會感覺到皮膚很軟滑 細紋是會淡一點乾的細紋 不是皺紋那一類 不過平時用以皮膚敏感的朋友就要留意一下 因為我試過不算很乾的情況下 用是會癢和有些紅的出現 所以如果不是乾到像沙漠 皮膚比較年輕 然後又不喜歡 有少少厚度的感覺 它就未必適合了 然後下一款就是HARBOR的SQUALINE 好感動 它是出了15ml這個尺寸 很適合帶去時間的時候用的 然後這一款 它就是這樣滴出來 一樣都是很柔質的 質地方面它是比較屬於輕身的 然後是很薄很薄很輕盈 它這個玫瑰版本的香味是很少女 不是那種很濃郁沉穩 反而聞起來是很清爽很輕身的 一個玫瑰味是很舒服的 然後質地方面 它一樣都是不會很油膩 不會很厚重 而且也會在皮膚上形成一個保護膜的感覺 但我覺得它的收穫效果不算非常明顯 通常都是鎖水用的 特別是出去過夜的時候 不知道環境的冷氣抽濕是否厲害 會不會很乾燥 很擔心自己第二天 通常都是帶相片出去 兩天一夜或者去旅行的時候 真的帶一枝以防萬一 小小的又不適合 然後有什麼事 在最後一個步驟加這個 真的差很遠 這個是很重要的 對我來說 下一款就是上次說gel mask 都有輕輕提及過的 Little Stardust Wonder Oil 以油來說 我可以這麼大支用到一半 它已經很厲害了 為什麼可以用到這麼多呢 就是因為 哇 它要滴了 它超輕身 是一年四季連夏天都用得到的油 它裡面明明有很多種不同的精油 但是為什麼質地可以做到這麼水 這麼輕盈呢 我也解釋不了 如果你覺得用油一定是乾肌的專利的話 它是會令你改觀的 因為我有朋友跟我完全不同的膚質 他都覺得他喜歡用是一個奇蹟 他應該現在正在看 對 然後 的而且確 去到很乾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它不夠力 但是你要找一個一年四季八搭都用到的油 它就是不易之選 你見不見到 它真的輕得好像水一樣 到下一支了 它是加丹尼爾 它的名字很長 叫做黃金海草緊緻換光油 優點出現 它是擠擠頭的 超方便 不算是很流質的 但是一推 你會意外地覺得它是很輕盈的 剛才這樣一噴 已經可以塗整個手臂了 所以它的延展性是非常之好的 雖然它的名字寫著說緊緻 但是塗完之後我不會覺得很提升 很firm 反而是皮膚的飽滿度和細緻度 這兩方面是比較有感受 而且一樣都是極好吸收 完全沒有油膩感 不會上面有一層膜的 所以大部分肌膚朋友都用得到 不過這支油我通常都是單用的 我覺得它的厚度是可以自己做一個步驟 不需要混合其他護膚品都可以 所以就要看看大家的需要 來到最後一支 大家經常都問我 Eat Poche的花水鋼細胞再生修復晚間精華 應該沒有記錯它的名字 這支其實不完全是facial oil 但雙問度實在太高了 我就順便分享一下 它的用法有點特別 因為裡面的水油配方 你要先擠出來 然後你就搖勻它 再拿裡面的精華出來 質地一樣都是很輕盈的 然後推出來 看到嗎?非常之好推 Eat Poche的產品香味是很極端的 有些朋友不習慣的話 一滴出來就會覺得太香頂不順 但你問我呢 我聞下去會覺得有一種發飾的優雅味 很舒服的感覺 所以味道是很個人的 大家去專門店自己問一下 就知道喜歡還是不喜歡 然後對比起剛才所有的facial oil 其實它是精華油 所以它的功效又會再強一點 它的修復力又會再好一點 然後我用下的感覺 就會覺得它是代替了精華 再加上油兩個步驟 特別是早期下轉秋的時候 用夏天的護膚品又不夠力 用秋冬的護膚品又太過滋潤 所以它就擔當了一個很重要的過度角色 陪伴了我很多個轉季的晚上 它的滋潤度是不錯的 特別是乾肌的朋友就會喜歡 但如果你是油性肌膚 轉季的時候 我都覺得可能有滋潤度太過高 但現在用也是適合的 它那種很舒服的感覺 我不知道 用完之後你真的會感覺到那種修復感 那些紋理是會淡了 未去到它白色那支淡苦紋那麼厲害 但的確是幫歌紋方面是挺顯著的 大家有興趣都可以試一下 應該看這個進度 今年是可以用得了 好啦 終於跟大家介紹完我手上用的一些偏油類產品 不知道會不會剛好這個季節 你們是在找Facial Oil 然後這條影片可以給你一點參考價值 每個人對於油的承受度都不一樣 滋潤一點點 然後輕人一點 大家的感受可以差異很大 所以今天我盡量都會給大家看一下質地 我自己的感受 還有每一款油我配的產品都會不一樣 才可以發揮到它們最好的功效 做到最好的鎖水和修護 希望這條影片對於你們有用 當我年紀越來越大的時候 我對於Facial Oil是越來越重視的 它的滋潤感 給到我的光澤度 你知道 乾肌再加老就會很容易暗沉 所以 為什麼我會覺得不可以沒有Facial Oil 就是這個原因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每個禮拜都upload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下三星期和星期日日鏡周12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